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受益于台积电,ADR在元月首周大涨3.49%,推动台积电在台股首次突破新台币1125元,达到历史新高,市值达到了新台币29.17兆元,约合8882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摩根士丹利最新发表的报告称,台积电2025年第一季度收入可能环比下降5%,主要受iPhone季节性因素影响。 尽管如此,摩根士丹利仍预计台积电业绩指引2025年全年收入增长同比增长20%到30%之间,并维持买入评级,给予其1388元新台币的目标股价,认为台积电年初的业绩指引通常较为保守,随后会超额完成。 在毛利率方面,摩根士丹利预测台积电2025年毛利率将高于53%,资本支出为380亿美元。 另外,研究机构Semi Vision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台积电之所以股价能够创下历史新高,主要在于会打在人工智慧、AI晶片上持续不断地推陈出新,以满足市场上对AI运算需求。 而这些AI晶片都是得益于台积电先进制成的代工,以及台积电的QoOS先进封装技术。 目前,台积电正持续扩大QoOS先进封装产能,也解决目前AI晶片生产的关键瓶颈。 根据统计,台积电的QoOS先进封装产能在2023年每月约13000片至16000片晶圆产能。 2024年将提高至每月约35000片至4万片。 2025年则将进一步提高至每月65000片至75000片,预计2026年将达到每月9万片至11万片的规模。 报告也指出了台积电持续扩大QoOS先进封装产能四大关键原因。 首先,是为了应对先进人工智慧、机器学习和资料中心应用需求的不断增长,需要QoOS等创新半导体封装技术来处理更高速运算的工作负载,以满足这一类高效能运算市场。 其次,因为系统整合的进步,使得QoOS能够在单一基板上整合多个小晶片、记忆体和逻辑封装,可以满足对更高频宽、更低食盐和提高能源效率不断增长的需求。 第三,在不断成长的2.5D封装市场发展下,QoOS是2.5D封装领域的领先型技术的情况下,它将高密度互联和大规模晶片整合相结合,以提高整体系统效能。 第四,在半导体设计的复杂性不断上升,使得随着半导体制程缩放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这让QoOS提供了一种可扩展的解决方案,用于生产满足现代电子产品需求的易构整合晶片。 报告指出,就目前市场来说,汇达在2025年预计仍将是全球QoOS先进封装的最大需求者,预计总需求量将是台积电全部产能的63%,也代表着汇达在采用QoOS先进封装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而博通,Broadcom的需求将紧追辉达之后,成为QoOS先进封装需求的第二大客户,但所需的产能占比却远远落后于辉达,仅有13%,AMD和Marvel则是并列第三大客户,所需的产能占比均为8%,其他客户还包括亚马逊,AWS加Lchip占比3%,英特尔占比2%, 塞灵斯占比1%,其他厂商占比3%,这些企业的需求占比达都要小很多,也说明他们对QoOS先进封装的依赖相对有限。 至于,辉达为什么会成为台积电QoOS先进封装产能的主要需求者,报告也归纳出了五大重要因素。 首先,来自AI和HPC对先进封装的需求。 因为QoOS技术,使辉达能够将多个高频宽记忆体HBM晶片机器GPU封装在单一基板上。 这对于需要大量运算能力和记忆体频宽的人工智慧训练、推理和高效能运算至关重要。 其次,辉达的GPU是全球人工智慧和机器学习系统的核心。 在AI和机器学习蓬勃发展,使各产业AI应用的快速成长且显著增加时,对QoOS等先进封装解决方案提升的需求。 第三,辉达凭借其在资料中心市场拿下的主导地位,在2023年四季度仍拥有75%的市场份额,并且其GPU主要用于大规模AI训练和推理任务。 在QoOS先进封装可达成更高的运算效能和能源效率下,这对于辉达的资料中心产品至关重要。 第四,QoOS先进制程支援辉达朝向采用小晶片Triplet构架的道路迈进,从而达成模块化设计和更好的可扩展性,这对于辉达下一代产品尤其重要。 第五,在包括广泛AI应用、自动驾驶汽车和科学研究等产业严重依赖汇达GPU来提供AI应用解决方案,这进一步推动了对QoOS先进制程提供先进效能的需求。 综合来说,台积电目前正加速先进封装产能提升,包括在竹南、嘉义、台中、台南等地的新厂正全速经验当中。 其中,竹南先进封装AP6B工厂已于2024年12月取得使用许可证,而2024年5月开始的嘉义先进封装厂建设进展迅速,钢结构已初步成型。 台中AP5B工厂预计2025年上半年投入营运,群创台南工厂的台南AP8工厂则是预计于2025年底达成小规模生产的阶段。 至于,台南AP8晶圆厂则预计将于2025年底逐步投产。 即便如此,报告仍强调台积电不太可能将所有封装产能都分配给CoOS先进封装。 相反的,台积电计划整合SOIC整合晶片系统、CPC光子晶片封装和FOPLP面板及擅出型封装等技术的产能,作为未来多元化策略的其中一部分。 另外,近日有传闻称,高通由于台积电2奈米制程价格过高,可能将其未来的2奈米晶片转交由三星电子代工。 不过,半导体研究机构Semi-Analysis首席分析师Dylan Patel认为,这些谣言有问题,因为高通及辉达NVIDIA对三星都没有信心。 Dylan Patel通过X平台指出,近来有许多关于台积电2奈米与苹果辉达高通的奇怪传言。 台积电2奈米等级N2制程并未延迟。 根据台积电2023年公开的讯息,N2制程将如期于2025年下半年大规模量产。 台积电于2021年就将重大制程的推出时间间距改为两年以上。 Dylan Patel表示,N2晶圆需经过上千个步骤才能打造完成,费时接近14周,封装还得花上数月。 换而言之,内置N2晶片的产品最快2026年第二季才能问世。 苹果早就规划让代号Zeras,Kelos,Hydra,Soltra,Boltra,Ison的晶片采用台积电N3P制程。 苹果将按照计划于2026年发表第一批采用台积电N2制程的产品。 Dylan Patel还指出,灰达,高通,对三星没有信心。 三星目前制程的效能,功耗及面积,performance,power,area,及PPA落后台积电将近三年,甚至落后英特尔接近一年。 灰达,高通,向来都会测试三星推出的全新制程,也会测试英特尔的新制程。 但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将量能最大产品移除台积电的打算。 爆料人士Joker Mashrim随后也在X平台指出, 虽然高通正在测试三星晶圆代工业务部门Samsung Foundry的晶圆, 却不代表要放弃台积电。 高通永远不会停止跟台积电合作, 他们只是在探索第二个采购选项。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感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